哇 来到了一个朋友的家啊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网友们好 亲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现在来到朋友的家啊 今天小松刚刚回来啊 你知道这个朋友给我吃什么呢 吃榴莲啊 你看 刚才啊 来 把这一个榴莲给切了两半了 你看 来咱们尝一尝啊 尝一尝啊 印尼的榴莲啊 哦 妈妈 妈妈 尝一尝 妈妈 这月母啊 月母 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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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很香啊 这是好朋友 大天 啊 卖灯的花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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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的谈论这个老人的味道怎么样啊 这个是老婆好朋友啊 这什么骨丁 印尼也比较流行吃这种骨丁啊 这是他自己做的这个鸡肉的这个八冬饭啊 这种有的各种香料啊 就跟那有点像印度的咖喱一样 就自己做的豆腐跟辣椒炒辣椒啊 这种辣椒酱非常好吃啊 就是家常的啊 就鸡肉鸡排 嗯 这榴莲啊 很好吃 还有两种啊 一种是大的 这个大的是巴黎 巴黎岛的这种大的榴莲啊 比较大 这个是 这个印尼的麦内榴莲非常有名啊 刚才吃了还可以 咱尝一尝这个 巴黎岛榴莲啊 以前小葱 很硬啊 哎呦 哎呦 这个很大啊 这有点硬啊 一般不是那种软动的 哇 哇 真香 看下印尼的比辣嘛 辣肉的比辣嘛 那今天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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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吃 印尼的榴莲啊就是 又便宜又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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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现在是榴莲的季节啊 100003 嗯 我喜欢 50块钱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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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把这盒 这个时间长了 所以它硬的 有人说这个吃榴莲啊 上火嘛 怎么不上火呢 啊 这个榴莲装点水 嗯 然后把它喝了 哎就不上火 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啊 这个呢 有时候我们进 嗯 有时间呢 我们会一块出去 是去 别的地方玩啊 我们都一块 有时候小松给他们当这个厨师啊 我给他们做饭 炖肉啊 什么的 今天啊 特地请我们过来 跟家里边吃点 加上面饭啊 他正好亲人都在啊 好了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看一看榴莲 印尽榴莲就是壳的 肉薄 嗯 很甜 好了 挺好吃 中文名字叫什么呀 中文名字叫什么 在里边有 叶蓉 黄美丽 我的孩子跟这个黄美丽的孩子两个 都是同学啊 不用不用 好了 今天在这个朋友家里边就吃了榴莲了 挺好的 今天视频伟大分享到这里 冰小松在这个华侨朋友家里啊 欢迎大家收看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